大家好,又是我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剛剛去完長江三合回來就很掛著火鍋 之前也做過一個豆漿魚鍋 豆漿最配合什麼呢? 豆漿雞鍋在日本也很普及,出名 今天就做豆漿,做一個快速的湯底 快一點就打個邊爐 這些火鍋都很適宜外國網友 小情侶簡簡單單,不用太複雜 就可以做一個火鍋吃 先看看這些材料 我們有一瓶武堂的豆漿 最重要是配一些雜菌 這些豆漿鍋有兩樣菜很配 一個是皇帝菜,另一個是收在後面 我們叫做紹菜,有些叫做高山花菜 然後把薯仔放在後面 這個薯仔,就自己喜好 這個菜最難做的都是洗菜的部分 我們異話不說,首先浸一些菜 這些叫做皇帝菜 在日本也會有一個專屬名稱 我不太記得它叫什麼名字 大家如果記得,在留言區就幫忙 這個雞鍋 主要都是以蔬菜為主 配雞肉一絕 我自己買了一些豬肉片 這些都是火鍋豬肉片 還有一些韻吞 一半隻雞 已經足夠兩個人吃了 那這些黃帝菜 這些蛙蛙菜 我們全部把它改掉 這裡再切一切 把它放進去 如果喜歡吃京蔥 你可以放進去 日式的京蔥 或者東北大蔥 也可以 這些都可以 我們全部把它切掉 最重要的是浸了一些菜 這樣就可以了 這兩樣菜 都是相對乾淨的 還有雜菌 我們待會再處理 這次的豆漿鍋 我買了一隻白生的酒地雞 這裡有白生的酒地雞 有清遠雞 你可以用一些 站光雞或者文昌雞 也可以的 讓這些冰鮮雞回來 我們先用一隻腳 這隻雞 有這麼多標籤 還有戒指 這些酒地雞 它的特性 骨頭會比較硬 我們就 慢慢 先把雞腳 一般的家庭主婦 我建議 在尾邊開 就會比較容易 我們就 在這裡 慢慢偷一刀 慢慢偷深一點 偷深一點 偷到這裡 我們就握手 慢慢破下來 慢慢破開 破開之後 這些都是很簡單的 我們用刀尖 逐一點 逐一點 這樣下去 這樣下去 落到這裡 可以切到 切開 這樣就切開 兩隻雞腳 切開 好簡單 我們就 開一些淡鹽水 這樣我們就 吃邊邊比較好 吃邊大 小這邊 我們就用 一個茶匙鹽 醃去 當是醃鹹雞也好 鹹鮮也好 好 另外這邊 放在淡鹽水 浸一浸 讓它吸收一下 淡鹽水 從而令到這些 冰鮮雞 曾經進入雪櫃 吸收了鹽水 肉就會收縮 血水 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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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鹹雞 其實我們的作用都是一樣的 醃它 它本身有鹹味 讓肉收縮 雞味 濃郁 這隻雞 我明天吃的 我們用保鮮紙 包好 明天吃的 放在冰箱的蔬菜格 如果不是 等兩三天才吃 你就可以放在冰箱的冰箱 淋吃之前 你就可以放在蔬菜格 解凍 這隻雞 浸了十分鐘後 現在就清洗乾淨 我們最重要 要洗 雞肺 這些位置 我們都要滑通 洗乾淨 有時候浸雞 就是這些位置 雞肺 你沒有滑的雞肺出來 你浸雞 你就浸得不好 我們處理的雞 也是 滑了雞肺 這樣 浸雞也好 你用來打火鍋也好 你炆雞也好 我們都是要一個基本的處理 然後我們就把它清洗乾淨 雞洗了三四次之後 我們主要都是 洗掉血水 洗掉淡鹽水 然後我們就把瓊水 不單瓊水 我們就還要把雞 表面 雞行 雞殼 裡面 所有的水分 我們都要把它抹乾 然後我們就 開了一隻雞 這樣就可以了 就好像 那些醉雞鍋那樣的做法 我們就 斬雞 我們不需要 特別和它 要鬥力 或者這樣 我們就 盡量在關節下手 特別是這些走地雞 骨頭 骨頭 會比較硬 那些骨頭 會比較硬 那到這裏 我們就 開了它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裏也是 雞腿這些位置 那我們就 這裡就 輕輕地 先把它弄出來 好 好 那 就把雞腿 弄出來 那 跟著這些 雞尾這些位置 我們可以慢慢偷下去 啊 那我們就可以處理了 雞胸 較為有肉 這些位置 那如果我們 斬的 就盡量用刀尾 慢慢斬 不需要心急 那些雞尾這些位置 就不要要了 那如果我們就 先處理好一份 先處理好一份 到跟著 雞尾這裏 那 雞頸這些位置 我們不要 那 我們 一下一下下 啊 缺斷點 雞尾這些位置 不要要 那 就放好一份 然後 雞尾這些位置 我們也是 這樣就完成了 那 就放回雞翼上去 那 做雞尾就呈現眼前 接著 你就用保鮮紙包回去 就放回雪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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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類型的 酒地雞呢 那 它的價錢 一定會 比 普通的 三黃雞 更貴 那 這隻雞 差不多 一百元 那 雞處理好 之後 基本上 我們就 洗了一些菜 就可以了 大家 當然很奇怪 喂 你現在還沒做一個湯底 是啊 我也說 最艱難都是 那些菜 那我們就過了一段水 至於這個湯底 大家就稍安無躁 那些皇帝菜 還有那些 高山娃娃菜 或者叫兆菜 那我們就過了兩三次水 之後 我們就全部就放在瓊水 那些菜 你浸過去 那它就會呈一個生技 波波 都是相當漂亮的 那 做這類型的日式火鍋 你配合雜粉 那 如果你喜歡吃京蔥 就配合京蔥 就更加正 那 接下來我們就看其他配料 其他配料 那我就撿了一些雜粉 那現在有很多菜 就當成這樣 就放了一系列 在這裡 就任你撿一點 那它就 可能是斷磅計 那這樣 那 有時候吃火鍋 就撿一點點 這些都是相當不錯的 那 處理這類型的雜菌 那 我們都有兩三種方法 那 如果普遍做西餐的 那它都會用一些濕的毛巾 就擦一擦 這樣 我們在家製作的 那都是很折衷的方法 那 那這些 我們就盡量 不要逼著它 放在當風的地方 你吹著它 因為你一逼著它 它一有倒汗水 它一濕 它就很容易會潮 這些菇一潮了 它就會變色 那 就很容易會變 那我們就盡量放在一些通爽的地方 那我們臨吃之前呢 那我們就先沖一沖 那我就不建議大家回來說 就一早就洗了它 因為有時候你洗了它之後 你放在冰箱也好 那你焗著它 那它的菇呢 它都是會潮的 那這樣大家就要注意這件事 這樣 在家裏吃的 那有時候就 割個花下去 那就可以 那就可以靚一點 就像這些 那這樣 那我們就不要要了 那這些呢 那我們也是割個花下去 那選這些菇也是 那你 那你 選一些 實淨一點 那就是最好的 那 那 那看來 那你不在乎 那當然 那 one 那不在乎 那些 那些 那那些 這些 那些 剪掉皮 皮肝肉滑 先處理 其他這些 新鮮蟲草花 鮑魚菇 一次過 放些水 浸一下 沖一下就可以了 因為這些溫濕包菇 相對而言 都會比較乾淨 但有時候混送過程 就會沾到 塵埃 我們主要都是 割一割塵埃 種菌之中 加上 金菇 做這些金菇 不要 不要 不要沽寒 尾的 就不要要了 同樣地 放進去 浸一浸水 雜菌 沖一沖水 放得好 很漂亮 做這個鍋 主要都是吃菜 吃菌 吃雞 現在我們處理豆漿鍋 拿些毛糖豆漿出來 拿些白胡椒 拿些火鍋的器皿出來 首先 先放些白胡椒 放些白胡椒 放些白胡椒 讓它慢慢烘一烘香 聞到胡椒的香味之後 二話不說 把毛糖豆漿倒進去 我們就加了約500毫升的豆漿 同樣地 我們就加了約500毫升的雞湯 加了雞湯之後 我們慢慢把火燒起 然後我們試一下味道 放適量鹽 就可以了 這個豆漿鍋 我們的竅門就是 豆漿鍋 本身的豆漿 比較濃郁 你的鍋就會比較好味 你可以再加適量的豆腐 或者一些新鮮的腐竹 一起煮一煮 另外一件事就是 要記住 你買豆漿的時候 一定要買一些沒有糖的豆漿 你不要買一些有糖的 有些豆漿寫明原味 其實都有些糖 你買是完全沒有糖的豆漿 那就最穩妥了 在這個豆漿鍋 焯燒燉的同時 那就先切薯仔 這個豆漿鍋 都很搭一些薯仔的味道 如果子添加一些 是有番茄 就可以切少些番茄 一起去拿去吃 每天都很棒 二话不说,再加番茄 这个火锅,现在的美少女 OL都很适合 因为菜多肉少 放进去 当豆浆锅缓缓滚起之际 拿回所有材料出来 最重要的是鸡 和杂菌 慢慢滚一下鸡,然后放杂菌 然后先喝豆浆 然后再加点滚水和其他豆浆 一起吃吧 喜欢超浓郁豆浆锅的网友 请点赞,请点赞 喜欢吃薯仔的网友订阅 职人吹嘴的频道 如果喜欢吃鸡 麻烦你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继续吹嘴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那我就开餐 那下条影片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 拜拜 我什么时候都说了 懂得看片味 片味有什么好看呢 让它慢慢滚 还有主要想说 这些饺子 你买回来之后 你还是要放在冰箱的冰箱 同样地 这些火锅猪肉 你在超市买回来 你还是要放在冰箱的冰箱 你不要放在冰箱的冰箱 不然之后 它融过冰箱之后 你再夹就会很难夹的 这两个饺子 你即使自己包也好 包完 你都要放在冰箱里 冰箱里冰箱 你才容易储存 我以前做上海菜 包了一些饺子 然后用不手锅盘 排列好 把冰箱放在冰箱里 全部冰箱都硬了 硬了之后 你就可以放进袋子 当是滚起之際 急不及待 当然要先搓一件 这些黑豚肉片 霉头扒片 都是很快的 基本上十几二十秒 这样就全部都养开 这样就OK了 接着 点一下火锅 试一下 嗯 相当之滑 这个豆浆汤 谢谢大家